好 这个小猫咪呢 它编织手法呢 非常非常的容易啊 起针的位置呢 是在 这个位置起的针啊 是在它的 这个位置起的针 然后再往上这样子 再这样的往上走 能明白吗 它呢 是出自于这本真正杂志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的彩页的部分啊 在最后一页 好 它呢 这件衣服 就是这个小猫咪 大家看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完成它啊 我们用到的工具呢 是这种啊 这种规格的支针 针和线之间的关系呢 是这样的关系啊 我们看一下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针和线的粗细呢 来完成这件小猫咪啊 看好了是吧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来开始说它的这一部分 起针的位置啊 我们用起多少针呢 起40针啊 起针的时候 通常是 我们的 小方法啊 我们拿这个线呢 随意的啊 给它 打一个结啊 打一个结 然后给它 没弄好啊 看 我们这样打一个结 打一个结之后呢 把这个 穿上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了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它 起针了 怎么起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啊 一针一针一针的 给它 完成的啊 好 然后呢 就是往上织了啊 往上织的过程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是这种花纹呢 略略的有一点 啊 与众不同 但事实上呢 我们完成它呢 也非常非常的好完成啊 首先 我们起针的位置啊 从这儿到这儿 这一部分啊 我们需要一共起 40针 这儿到这儿 一共起 40针 然后在两侧呢 我们要给它加针的啊 我们要一共给它加10针 这两侧啊 一共给它加10针 这边呢 怎么不是40针啊 怎么上来就支了猫头啊 嗯 嗯 这是起40针啊 然后向上走 然后两边呢 一共加了10针啊 在这两侧一共加了10针 这10针是怎么样加的呢 是123456啊 两侧隔一行加一针 一共加10次 这两侧 两侧隔一行加一针 一共加10次啊 然后我们将所有的针数 那就是40加上左右 这边是这边是一共是60针啊 这60针我们向上这么直 知道多高呢 直到 领的这个位置啊 直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从这儿到我们 从我们起针的起针的这个位置 一直到上边领的这个这个位置 这之间的距离 这之间的距离呢 一共是我们要支22厘米 22cm 然后完成这22cm之后呢 我们取中间的这一部分啊 中间的这一部分呢 一共是20针啊 我们取20针 然后给它平着流 然后继续的向上支 继续在向上支的这一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啊 我们一共要向上再支6厘米 从这儿到这儿一共是 这一部分啊 一共是6厘米 这6厘米呢 然后我们到这个位置呢 再给它平加出针来啊 原来我们已经减过了20针 但是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一共要给它再平加出20针来 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依然又合成了这一部分 一共是60针往上支啊 这60针我们这样一路的啊 一路的向上支 看到了吗 一直支多少厘米呢 就是从从这个位置啊 从这个位置加好针之后 然后一直到一直到摸尾巴啊 一直到这个位置啊 你看你要到这儿的到这儿的啊 这一部分啊到这儿 这一部分呢 我们一共要向上支22厘米 22厘米 然后呢 在两侧减针 减针怎么减呢 一共是减了10针啊 这位置一共减了10针 隔一行减一针减10次 最后我们还是依然余下了40针 这40针开始收针了 收针完成之后呢 我们开始挑支这四个小小的腿片 但是在调腿片之前 目前我们这一部分啊 这一部分一共是于20针啊 20针 这20针呢 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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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多少呢 走25厘米 往上走25厘米 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收针 就完成了小猫的尾巴的部分 尾巴的部分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分别挑支 一二三四这四部分啊 这四部分在完成的过程当中 非常容易啊 我们一共给它挑支多少针呢 挑12针 一共给它挑出12针来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共给它挑出了 12针啊 在这个位置 我们挑出我们需要的帧数 然后往上一直支 这是多少厘米呢 我们一共要给它支15厘米 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啊 15厘米 15厘米 然后在两侧这样 形成了一个减针的效果往上啊 一边减三针 这边减三针 这边减三针 一共是减三针的啊 两边 然后余下的针 这样平收就好了 看 这就完成了 它的主体的部分啊 主体的部分完成之后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啊 领子部分啊 领子的部分 领子部分呢 在中间形成一个空洞的过程 当中我们一共要在这一圈啊 在这一圈 这一圈一共挑出多少针来呢 我们要挑出88针来 然后呢 将这88针啊 向上支啊 一直向上支 支多高呢 就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它的高度 一共是13厘米 13厘米 啊 至13厘米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收到机器边 收针 这个大家都会的哈 然后我们就要进行猫头部分的制作了啊 猫头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也是从这个位置起针啊 猫头 有6号针啊 我们需要一共给它起28针 从这儿到这儿 啊 这一部分呢 一共是啊 28针 28针呢 然后我们再向上啊 环形之 环形之 同时呢 要在两侧啊 同样也是要减针的啊 一共减了7针 一共减了7针啊 这面7针 然后它是一个圆柱形的嘛 然后背面这面呢 也是7针 也就是这儿减 然后底下这儿也是要减的 一共两部分都减了7针 然后这7针呢 是隔一行减一针 一共是 我看减了多少次啊 同时在两侧的 哦 加针啊 sorry 加针啊 这两这两侧是加针的啊 这两侧是加针 隔一行再加针点的两侧 各加两 加两针加一次 加一针加一次 我念一下啊 隔一针再加针点的两侧 加两针加一次 隔一针加一次 每行加一针的加三次 隔一行加一针再加两次 一共是加出到28针 从这儿到这儿呢 一共是28针 最后呢 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图啊 那 就是这个图的效果 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把这个部分结下平来啊 只结这一部分 好了 然后我们再说它的小耳朵的部分啊 耳朵的部分 耳朵的部分啊 我们一共是起了12针啊 这个小耳朵 一共起了12针 12针在向上织的过程当中 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啊 这一共我们需要给它织5厘米 5厘米啊 5cm就好了啊 就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 最后呢 像小手套一样 我们把针数给它收上 近距离看 它是这样的一个收针方法啊 好 那就完成了 小猫的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再把两个眼睛钉上 猫的这个鼻子啊 和嘴啊 然后是通过走线的方式啊 是自己缝合而成的啊 猫的这个小 这个一部分呢 是通过这种方式给它绣上上的 看到吗 就是这就形成了它的这些部分 然后这个这个和这个部分 明白了吗 都非常非常的容易啊 实际上对于大家来说呢 这并不算难啊 只要是关注了我们的频道 你一定会有一定的编织的经验和基础 希望大家啊 能够认认真真的完成这个作品啊 好的 感谢各位